婚后第五年,我怀孕了,傅迟喜极而泣 人人都说我命好,嫁给了傅迟这样的豪门心贵 却绝口不提,他在外头养的女明星 似乎所有人都忘了 我也是他17岁那年,红着眼告白的女孩 他的兄弟,被地里劝他 你这样混蛋,真不怕许曼跟你离婚 傅迟有恃无恐,懒懒地笑道,他不会 后来,我不吵不闹,将孩子打掉 消息传出后,傅迟连夜从伦敦飞回 孕六周了,要不要 医生例行公事地问出这句话,便低着头看单子 等候我的回复,我垂下眼 轻轻地将手负在平坦的腹部,忍不住浑身颤抖 我没有办法立刻回答这个问题 伸手抓起了一旁的包,跟医生道了谢,走了出去 命运的礼物合时一时,是馈赠 可不合时一时,就成了负累 这个孩子的到来,像时光劈开了一道缝隙 将这12年的爱与恨缴碎,火同凛冽的风将我击溃 曾几何时,傅迟心心念念着的孩子 如今竟然成了负累 那时青丝病年少,没有人会度量余生几何 只有傅迟,18岁的少年几倍品质 在阳光烈系下意义生辉 我仰着头问他,你在想什么呀,那么出神 他低下头,一双浓密的睫毛颤了颤 想我的愿望啊,什么愿望 他夸张地挖了一声,许曼,我这辈子就一个愿望 你竟然记不住,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只有一个愿望啊 你少来骗我 傅迟18岁那年的一生之愿,直到22岁那年 我才知晓 在破旧的灌满冷风的出租屋 在简陋的廉价的蛋糕前 他轻声道,许曼要和傅迟白头偕老,儿孙满堂啊 曼曼,以后咱们生个女儿,最好像你 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会摇着小胖手,叫我爸爸 而孙满堂,我捏着检查单,眼泪啪哒掉落下 我下意识地拿起手机,给傅迟打电话 自从四年前,我们闹开后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他 可下一秒,电话只响了两声,便被人挂断 我有些愣着,呆呆地看着手机界面 恰好此时,手机软件推送了一条新闻 标题夸张夺目,赵思思跟豪门男友现身别墅区 亲密无见 我忍着心里的不适,颤抖着手点进去 赵思思不敢在公开平台发复持的相关信息 往而有一两条,也只是暗戳戳地让他入境 媒体更加不敢发复持的正面照片 眼前的照片里,赵思思的脸清晰可见 而男人却只露出半个背影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复持,更别说,照片里的那只手 无名纸上还戴着一枚戒指 与他浑身金贵的衣饰相比 那枚戒指朴素廉价的不值一提 可就是这么一枚毫不起眼的戒指 就是我工作第一年,省吃俭用了足足半年才买下的 直到我们结婚,那时的富池已经身家过亿 名下上是公司无数,我们依然用这对戒指宣示 富池先生,你愿意迎娶许曼作你的妻子 不论贫穷或富有,生病或健康 始终忠诚于他,相亲相爱,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吗 我愿意 坐在诊室外冷冰冰的铁椅上 我嘲弄的笑了笑,却止不住满心的酸涩 可笑的是,我刚刚竟然还因为这个意外来的孩子 而有过一丝犹豫的念头 我点开手机,给富池发了消息 有空回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意外的是,下一秒对方就回了 最近忙,有事先联系秘书 这几年来,富池的生意越做越大 名下资产数不胜数 我们住过地下室,住过锦绣院1月800的出租屋 到现在住在了过亿的别墅 那天之后,我还没等到富池回来 却等到了另一个人 那是一个小型的私人聚会 有富池的几个朋友 我并不知道赵思思是怎么进来的李贱 他在走廊拦住了我 看见我的一瞬间,显然愣了下 勾了勾嘴角 果然男人就是贱 家里的花再美,也忍不住在外面吃屎 这是他第一次见我 我却不是第一次见他 他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 街角处都是他的身影 我还没开口 身后传来一道声音,嘲讽至极 你挺有自知之明 也知道自己是外面的事 我朝他笑了笑,示意礼数 这不是赵思思第一次挑衅 两年前,他曾经打过一次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得意洋洋地问着 阿迟,你会跟你老婆离婚 然后娶我吗 我便猜想,这该是他在示威 电话那头,传来嘻嘻嘻嘻地穿一声 下一秒,我听到了富池的声音 冷漠不耐,赵思思 你在他妈饭间,就从我身边滚 喂,阿迟你 电话被紧急挂断 我扔下电话,发愣了许久 两年前,他只打暗地理事手段 这次竟然登堂入室的挑衅 除了富池给了他承诺和底气 我想不到其他 可即便这样,我也不屑于同他多说什么 转身便想走 他却拦住了我,挑眉道 许曼,你跟阿迟闹了这么多年 早就没感情了 到最后拖成一对怨驴也不好看 为什么不早点放手不成全有情人呢 我沈笑了一下 一字一顿道,有情人 他抱着胸,傲慢自得 对,我跟阿迟是真心相爱 感情里,不被爱的人才应该主动退出 所以,是你许曼该退出 我冷冷地看着他 撕开了一切伪装 知三当三 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我跟富池是夫妻 我们之间,哪怕要生要死 要何要离 我就算跟他耗上一辈子 都轮不到你一个小三来管 你这样趾高气扬地站在我面前 要我退出,你凭什么呢 他像是被我吓到 后退了一小步 伸手就放在自己肚子上 扬声道,就凭我怀了他的孩子 我的目光下意识地移到他的腹部 这一刻,赵思思的声音像是螺旋一样 在我的脑海中打着转 钻心地疼 怀孕 孩子 我有些眩运 整个天地似乎都在倒转 他见我愣住 眉毛一扬 快速道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 一个孩子都没有 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他的第一个孩子 你猜他会不会为了这个孩子娶我 我突然笑出了声 顿时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好没意思 浑身都卸了力一样 手脚发软 这时,身边的纪东阳伸手扶了我一把 没事吧 我朝他笑 你听到了吗 富池的 第一个孩子 纪东阳抿了抿唇 没有说话 这时,一阵脚步声从赵思思身后传来 我抬头看了过去 是多日不见的富池 男人面容清冷 鼻挺的西装外套着黑色大衣 斯文俊朗的脸上 眉风紧促 富池看了我一眼 灰暗不明的眼神 落在了纪东阳扶着我的手上 赵思思惊喜地叫了他一声 下一秒 富池面容冰冷 手下毫不留情地扯住他的头发 发狠地问 谁让你到他跟前来的 想死是吗 赵思思尖叫着 哭着喊 阿池 我不是故意的 我 我怀了你的孩子 你的孩子 你一点都不关心吗 富池阴森森地看着他 吃笑里声 你确定是我的孩子 他猛地放手 立声道 滚 赵思思捂着头 不敢再看他一眼 手忙脚乱地往外跑 他走后 空气的走廊 只剩下我们三人 一时沉默蔓延 突然 富池歪着头 看着纪东阳 东阳 你喜欢许曼 纪东阳文言 脸色涨红 语无伦次导 你你胡说八道什么 富池才不管他说什么 他默色地 瞳孔牢牢地锁住我 话却是对纪东阳说的 你喜欢也没用 许曼是我的老婆 他这辈子只能跟我 说完这句话 富池收回视线 转身便往外走 我看到纪东阳追了过去 低声斥责他 富池 你再这么搞下去 你真不怕许曼跟你离婚 离婚两个字 似乎刺激到了富池 他脚步停顿住 半场才回到 他不会 我看着手机上 纪东阳发来的消息 这混蛋 就是仗着你爱他 才这么有恃无恐 纪东阳是个花花公子 外界说他风流成性 他到现在也没结婚的原因 据他所说 是不想被捆了自由 连纪东阳都觉得你是混蛋 所以 富池 你怎么就能确定 我会一直一直爱你呢 大抵年轻时 谁也不承想 原来年少情深 也会走到相看两眼 恶语相向 17岁的富池拥有许多 学识 家境 样貌 好性格 是华安义中最耀眼的存在 那时还不明白 为什么轰到的人群中 我只看到了他的眼神 后来才知道 当万物皆是他时 目光便无处可逃 而当年的许曼也热烈 张扬 谁也不会相信 富池会喜欢我 可那么多年的春秋和盛夏 他都紧紧跟在我身后 那时他从不会避讳 也不怕老师找他谈话 就那么光明正大的宣誓着 那我喜欢人许曼 跟他有什么关系 你要罚就罚我一个得了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早恋 没有没有 我这是单相思 还在追求中呢 我那时大约有多开心呢 嘴角微微上翘 看着他的眼里迎满的笑 偷偷拉住他的衣角 富池 你收敛一些 好好学习 富池穿着黑色冲锋衣 站姿懒散 低着头看向我 额发自然下垂 半遮住狭长的眼 眼尾微微上挑 不行啊 纪东阳跟我说 学校里一堆惦记你的男生 我得让他们知难而退 他有多张狂呢 插着都站在讲台上 两指撵着粉笔 漫不经心地 做着谁也解不出来的数学题 一边做 一边语气散漫地给同学讲解 设XM与FC相交于点义 话落 底下一片欧忧声响起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 富池转过头看我 落日的余晖从门外斜斜地罩着 他微不可见地勾了勾唇角 我抬起书本 默默地遮住了自己 却在满是墨香的书本后 偷偷红了耳尖 那时 春日的风满在温柔 有着少女梅子味的心事 也吹过少年的白色衬衫 少年冠风的校服 曾裹着整个青春的盛大 那时 人人都艳羡 说我们天生一对 般配至极 定能长长久久 高考那年 我们如愿以偿 考上同一所大学 报了不同的专业 富池第一次等我下课时 设有周真激动地摇着我的手臂 徐曼 我靠 外面有大帅哥找你 我帮你打听过了 计算机器的富池 我从窗户往外看去 富池靠着栏杆 身形高大 站在来往的人群中 仿佛鹤鲤群般醒目 我朝他笑了笑 心里默默道 富池啊 我认识 那时 他将我宠得无法无天 越来越娇气 半夜嚷嚷着要吃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 他必定揣着热乎乎的 等在宿舍楼下 大学时的我们 像千千万万的情侣一样 黏糊热烈 在他的吻药落下时 我也会气呼呼地嚷道 你老是找我 我都没法好好复习 我要是期末挂科了 你别想见到我 富池闷闷地笑着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错 不然我们去图书馆 你做你的题 我不说话成不成 周珍那时形容我们 幼稚又让人羡慕得牙痒痒 大三那年 富池的父亲病逝 一下子掀开了背后 千疮百孔的公司 母亲被债主 逼到吞药资金 一席之间 天之骄子凌落成泥 我有近一个月时间 见不到富池 直到那日 他形容消瘦 垮着双肩 从屋里走出 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走吧 我不耽误你 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 你以为我喜欢你什么 是喜欢你的钱 还是你的家世 富池 你混蛋 我红着眼睛 眼泪一颗一颗地落下 怎么擦也擦不完 他上前 弯着腰轻轻地丢抹泪 别哭啊 慢慢 我守不下你 可我怎么敢让你 陪着这样的我呢 那时的富池 孤身一人 回首无双亲 前路无光芒 可无论怎样 他的愿望从来没变 富池还是想和许曼白头偕老 而孙满堂 富池出创业时 资金启动困难 我将我妈给我存的 价账钱偷偷给他 他知道这钱的来路后 将头枕在我肩上 却一手按住我的后颈 不让我回头看他 傻姑娘 我再没本事 也不至于用你这个钱 你好好存着 总有一天 他会用在该用的地方 后来 事业刚有起色时 遭遇投资人刁难 一杯白酒十万 那一晚他拉了两百万投资 为穿孔被送上救护车 那时 他经常忙到半夜 有时熬夜熬到胃疼 就进卧室找我 用冷冰冰的脸贴着我的掌心 小声又委屈地叫着慢慢 我那样雷打不动地睡眠 却每每在他叫第一声 就醒过来 他累及时 将头埋在我怀里 闭着眼羞气 那时 我总会轻轻地揉着他的腹部 一手放在他后脑勺拍着 那里里着极干净的短发 耿耿发丝乌黑浓墨 是我平日最爱之处 他说 慢慢 我不会让你后悔跟着我的 后来 在雪山之巅 无尽凛冽的风 为他伴奏 在圣尼培海湾 巨大的海浪成为我的头杀 富池的求婚轰动人间 无数网友拼命挖掘 那场求婚盛况背后的主角 许曼 愿不愿意 跟我结婚 当时的我 是如何回应的呢 我想起来了 一双眼睛全是他 捂住了嘴巴 幸福从眼眸里跳了出来 理性崩塌 信仰成为席诊的热病 认真而虔诚 我愿意的 扶持 我好爱好爱你 我也曾无数次问自己 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我想过无数次 纵使结局这样不如意 我想 我也不后悔曾经相爱 那十二年啊 虽是我过往青春岁月中 荒唐的败笔 却到底也是最勇敢的篇章 命运残酷 但也仁慈 仁慈在于 只要你往前走 他总会给你一条路 我从来不想看赵思思 可他被腹齿捧得太高 从积极无闻的十八线 跃居一线 他的身影无孔不入地 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我低头搜寻产科医生的 联系方式时 他的信息又被推送至眼前 一张他在电影院的自拍 还有一张是灯火璀璨的别墅 一排又一排的珠宝 和未拆封的名牌包 配图文案 道歉态度还不错 本公主就原谅你了 任谁都看得出 有人包厂陪他看了电影 而那对包和首饰 价值不低于两千万 我面无表情地关上手机 早已空透的心 已经激不起一丝波澜 这时 玄关处传来声音 我抬头望去 腹齿手腕处搭着大衣 正弯腰拿拖鞋 似有所感 他抬起眼 看像坐在沙发上的我 这么晚了 还没睡 他的语气轻快地像 只是上了一天班回到家 向妻子问声地问候 我抬头看着他 笑了笑 你跟赵思思去看电影了 傅驰手上动作一顿 有些诧异地看着我 似乎是在疑惑我 竟然会问这个问题 也是 这么多年来 这是我第一次 当着两人的面 提起赵思思 愣神后 他捡起了茶几上的烟盒 随手抽出一根 发着冷光的银色打火机 咔嚓一声响 傅驰背靠着沙发 指尖上的烟星红 眉眼间是全是堆叠出的倦怠 他眯了眯眼 问道 你在意吗 我看着他手上的烟 下意识地将手放在腹部 可转念一想 又将手放下 我在意的时候 你在意过吗 我有些好笑地问他 他该知道 我说的是四年前的事 那件事成了我们这残碎婚姻的开端 那个时候的赵思思 十八线新人 十八岁的年纪 青春靓丽 那真是最美好的年纪啊 他会睁着湿漉漉的眼睛 叫他副总 我那时候多自信啊 自信到以为只要富池守住底线 其他人再怎么闹腾都不成气候 可到底是我高估了富池对我的爱 还低估了自己的占有欲 他不自觉地说着他有趣 一步步让他靠近 他在微信日日道晚安 只有我 像一个疯子 因为太过在乎 所以疯狂瓦解了理智 可那时 他连吵架都懒得跟我吵 只有我上演着天崩地裂的独角戏 他只是脸着眉 不耐道 他要误会 我有什么办法 我红着眼 赤着脚 生死力竭 你就是犯贱 你要是没有给他机会 他怎么会误会 你不给他承诺 他怎么会为你自杀 富池如果没有动过心 他哪来的底气 捅我叫板 他看着我 语气淡到冷漠 徐曼 你现在真像个疯子 那一刻 我们仿佛从这世上最相爱的两个人 一瞬间变成了彼此最可怖的仇人 从回忆里抽身 在长久的沉默中 在空荡荡的大厅里 我再度开口 语气坚定 富池 我们离婚吧 恰好此时 他手中的烟点到了头 他来不及撒手 声声被烫了一下 他颤抖着手将烟掐灭 而后 才敢抬头看我 只一眼 他就低下头 仿佛不敢再对视 他手上用尽捏着烟盒 发出沉闷的声响 没人知道 在这沉默的时间里 他心里转过什么念头 好伴上 他才开口 声音一顿一顿 是因为赵思思 他思索着 缓缓地说 只要你说你介意 我可以让他消失 究竟是什么时候 曾经干净成澈的富池 变成了如今很辣 自私的模样 我问他 他还怀着你的孩子 那不是我的孩子 富池嘴角挂上 一抹鸡翘的笑 他说什么你都信 他说是我的 就是我的 我的孩子只能是 富池 我与其平静地打断他 我不在意 赵思思也好 李思思也好 我现在一点都不在意 所以你不用跟我说这些 我只要你 答应离婚 白痴灯下 富池的脸色苍白如指 他眼底闪过一丝病态的笑意 也是 你当然不在意 你许曼现在可不就是一潭死水 我站了起来 淡淡道 关于离婚 希望你明天能给我一个答复 富池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沙哑晦色 如果我不同意呢 如果我不同意离婚呢 许曼 我站在楼梯拐角处 伸手按住扶手 回身看他 那个我年少时爱的男人 渐渐地与眼前的身影重叠在一起 不禁悲从中来 富池 这几年在你身边 我一点都不快乐 这种不快乐 一寸寸地剥夺着我的生命 我任由眼泪落下 一字一句 清晰地告诉他 我有时候夜里睡着 都会想 第二天会不会再也醒不过来 在四年前 就该离婚的 徒劳纠缠了正些年 不过是因为不甘心 总在想 凭什么我要为其他女人让步 富池四镜坐的雕塑般 泄了力靠在柔软的沙发上 高傲的头颅滴滴地垂下 身影引入黑暗中 没再说一句话 第二天醒来时 富池已经不在了 我望着空荡荡的别墅 意识到他在逃避 我不明白 都到了这个时刻 他究竟还想要什么 但既然打定了逐一离婚 也同他说开了 我反而心情好了许多 那种沉甸甸地压抑了 我几年的情绪 似乎一下子消失了 三日后 富氏集团有一个慈善晚宴 在未分割之前 我依然得作为富太太出席 晚宴当天 富池依旧没到场 没人能管得了他 但当晚 我却意外看见一位老熟人 我有些不确定的叫了声 离远 一身西装鼻挺的男人 孤冷舒傲地站在灯光之下 漫不经心地低头看地面 慵懒淡漠 在转过身的一刹那 脸上冷记的神情 有一瞬间转暖 他有一瞬间犹豫 而后台步走了过来 礼貌地敏唇道 许曼 我有些意外 竟然会在这里见到他 这次嘉宾的情帖 是我亲自发的 我自然记得我发给了他 我意外的是 他竟然会出来 参加这些活动 李远在娱乐圈出了名的低调 哪怕手握多项影帝荣誉 步步成名代表坐在手 但他在娱乐圈 寡淡地像透明人 他的粉丝甚至认为 演员说不定只是他的副业 我记得有一年 李远的对家 为了挖他的黑料 整整用了三个月时间 却只挖出了他 从小到大品学见优的种种过往 可以说这次的黑料挖掘 直接将他捧上了至高地位 我转念一想 李远毕竟是富池大学四年的社友 也许他是看在富池的面子上来的 大学时 他们宿舍有时聚餐 富池都会将我带上 一来二去也算熟悉 我还记得在他们宿舍第一次聚餐 富池将我介绍给李远认识时 我们从彼此眼底都看到了诧异 因为早在这之前 我们就偶然见过两次面 但那时 为了不引起误会 我站在富池身后 朝李远眨了眨眼 他很有默契地配合了 那时 在S大有一个传说 计算机系有一座火山系帅哥 和一座冰山系帅哥 阳光热烈的富池被认为是火山 而清冷孤傲的李远 则是那座冰山 两人在学试家境上不相上下 外人常常将他们做对比 可那时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富池和李远两人更胜至极 就是这样一个 本该走在学术上的好苗子 却在毕业那年 一头扎进了娱乐圈 在S大激起了千重浪 稀稀想来 大学毕业后 我似乎除了在电视上见过他 便没有再见过面 我抬起头看他 笑着寒暄 你这几年还好吗 李远的眼睛好看得紧 有星星点点的光芒 他点头 我还好 许久没见 沉默在此间蔓延 我想开口说先走时 李远突然开口 声音很轻 莫名有些哀伤 你这几年过得不开心 不是问句 而是陈述句 很不礼貌 很是冒犯的陈述句 可他的表情看起来格外真诚 他是那个圈子里的人 赵思思的事 必然也是知道的 我突然又想起 两年前 李远在微博上掀起了一场风浪 李远如他粉丝所说 是很佛系的一个人 娱乐圈那些人 怎么蹦大抹黑他 怎么蹭他热度 他都没给过一个眼神 唯独那次赵思思借他炒作时 他亲自发了一条微博辟谣 很难想象他那样冷冰冰的人 是怎么想到那些对人的词汇的 想到这个 我对他笑了笑 是啊 不过 我马上就要脱离苦海了 李远侧手 看向我 眼神中有询问 但他没有问 只是弯了弯唇 恭喜 我唇边的笑容 不自觉地扩大 是由心底绽放出的笑容 这么多天以来 但凡听了我要离婚的人 没有一个不摇着头说我傻 他们总有一套说辞 妄图我留住这段破碎的婚姻 做稳父太太的位置 他们劝我 傅迟不就是养了个小情人 又不是不爱你 他们说 男人都这样 天底下哪有不偷心的男人 只要他还肯回家不就行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恭喜两个字 我抬了抬酒杯 开心地碰了下李远的杯子 李远 跟我老婆说什么 这么开心 随着声音落下的 还有一只搭在我腰间的大手 我的身体有一瞬间的紧绷 连着握着酒杯的手 都有些僵硬 傅迟将我半搂在怀里 姿态轻易 我抬起头 撞进他毫无情绪的黑记双眸中 好久不见 阿迟 李远看了我一眼 朝傅迟伸手 礼貌疏离 傅迟将眼神从我身上挪开 懒懒地看向李远 勾了勾唇角 确实好久不见 我让人好好招待你 我跟曼曼还有事 下次有时间好好聚聚 听到这话 我瞥了一眼傅迟 见他下河紧绷着 不知在想什么 和傅迟没什么好说的 我朝李远点点头 先一步离开 而我并不知道 在我身后 李远叫住了傅迟 他问傅迟 你当年那么宝贝他 我以为你会一直对他好 傅迟就那么站在那里 脸色冰冷 看向李远的目光 隐隐有怒火 好似能将对面的人吞没 半上 他突然漫不经心地笑了 和你有关系吗 傅迟也想不通 自己在怕什么 大学时他就知道 李远喜欢的类型 不是许曼这种 他没等李远回话 冷漠地扔下一句 李远 李许曼远点 那日晚宴后 傅迟似乎又消失了 我没想到 再次见到傅迟 会是那样的场面 9月12日晚5点 百花商贸大楼 发生歹徒挟持人质事件 而我刚巧不巧 被歹徒用刀尖抵着脖子 当做人质 现场乱作了一团 逃命的 报警的 但无例外都往外跑 然而 我不能跟着乱 我用尽全力 让自己颤抖的身体保持平衡 却控制不住害怕 歹徒用命狂叫着 别过来 不然我杀了他 让警察来 让警察来跟我对话 比警察更早来到的 是傅迟 他像是从外面狂奔过来 满头黑发凌乱 再看见我的一瞬间 脸色苍白至极 傅迟向前走了几步 激起了歹徒的怒气 别过来 他稳住了脚步 努力克制着交集 声音平稳道 我不过去 你要钱盛事 你放了他 要多少我都给 警察不会追究你 我可以保你 歹徒朝他吼道 我不要钱 我就要一个公道 我要警察来跟我沟通 他将身上的东西 都放在地上 举起手机给他看 这样我来换他 我是富士集团董事长 你挟持我更有价值 我可以帮你跟警察对话 我睁大眼睛看他 艰难的开口 别过来 他身上有炸弹 傅迟还在劝说 他向来会说服人心 再加上歹徒一时脑子亢奋中 竟然就真的听他话 将人质进行兑换 他走过来时 歹徒从身上拿出另一把刀 在他手臂上狠狠扎了一刀 卸掉他反抗的力道 而后将架在他脖子上 一把将我推开 富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弯着腰配合着歹徒 哑声道 往外跑 别回头 警察很快就来了 我抓着他们的手 回头看着富士 哀求着他们救他 他们将我强硬地送出去 我蹲在地上 脑海里一片空白 直到我坚持不住 跪在地上时 那扇大门才从里面打开 没有预想中的爆炸 也没有冰冷无气息的船池 我撑着台阶 一张脸上全是泪 看着从里面走出 一手捂着手臂的富士 他走了过来 将我从地上拦腰抱了起来 我将头埋进他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一时之间满心仓皇 我叫他富士 嗯我在 他低着头轻声硬着 我几乎是哭着问他 你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为什么 我没有再问下去 富士沉默着没有再追问 因为我们都知道 那位问出的话是 你连死都不怕 为什么没有勇气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富士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真的那么难吗 沉默了好久 富士颤抖着手 将我按在怀里 声音悲切地哀求道 慢慢 以后我们好好过 我求你 那场意外 在社会新闻上大火的时候 富士去了国外出差 去产科医院的前一天 我在卧室里做了许久许久 从鸟雀精明到日落西尘 哪怕在铁石心肠 我也会忍不住幻想 这个孩子会是什么样 是闹一点还是乖一点 我抬手轻轻拍了拍他 落着泪 等他说抱歉 很抱歉 在这样不合十一的情况下 与你见面 很抱歉 没办法让你来到这世上 然而 我却在医院 见到了赵思思 我才知道 他这段时间 在网上被人挂出了许多黑料 眼一声牙几乎毁灭 作为他的受害者 我其实还是挺喜闻乐见的 然而我也懒得 对他进行嘲讽 就在我转身要进去时 赵思思突然发现了我 猛地向我冲了过来 我来不及后退 这时 身边一直跟随着我的保镖 一把将他擒住 赵思思发狠地看着我 毕声道 是你怂恿父侍拿掉我的孩子的 是不是 你走之后 谁当父太太不是当 我跟了他那么多年 他哽咽着 徐曼 我承认我一开始搭上他是因为钱 我用尽浑身解数勾引他 让他砸资源给我 可我 我现在是真的爱他 我很爱他 我想跟他结婚 想跟他共度余生 赵思思 我打断他 平静而又恶毒地劝导 下次不要再当小三插足别人婚姻了 真的不会有好下场 我转过身 愿由他在身后叫着 徐曼 你帮我跟傅迟说说好话 你让他不要赶我走 行不行 一场闹剧后 我心里有些累 在诊室门口站了好久 抬头看了探斜射进来的阳光 挺直几倍 义无反顾 决然地走了进去 在那个小生命 从我身体里慢慢流逝时 我的眼泪似乎也慢慢地流干 像是最后为着失败而又美丽的12年 再哭一场 我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 傅迟从伦敦飞回 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别墅 欣红着眼问道 你去产科医院做什么 我说 我把孩子拿掉了 傅迟发了疯一样 把房间能砸的东西全都砸了 最后反手掐着腰 颤着手指点着我 许曼 为什么呀 那是我们的孩子 他跪在地上 双手捂着脸 将头埋在我的腿上 两肩不断地颤抖着 慢慢 那是 我们的孩子 我平静地看着他 如今疯狂的傅迟 一如四年前疯癫的我一般 可我心里没有一丝的畅快 只有无尽的悲凉 这个孩子 不过在生日那天 无意间对他心软 才让他过了戒 他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我叹了口气 傅迟 离婚吧 我不会同意的 我问他 还是你想要我 在你身边一点点地死去 听到这话的傅迟 眼底猛地一颤 僵硬地立在原地 望向我的眼神 只剩下无措 傅迟在房间待了整整一天 房门紧锁 从天零到日落时 他才推开门走了出来 他看向我 语气平静 慢慢 我答应你 打官司 起诉 是我最不想动用的手段 我不想闹得那么难看 他能平和地答应 我不自觉地松了口气 离婚的手续办理得很快 只用了三天时间 这三天里 傅迟仿佛又成了之前的样子 笑着打点一切 散漫地同我说话 离开别墅的那天 我蹲在地上收拾行李 傅迟坐在沙发上静静地看着 好一会儿 他才开口 我名下所有的公司 你都有3%的原始股 你想怎么处理都行 横山路的那几套房子 还有西山公园的别墅 都转到了你名下 他拿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桌面 这张卡里画入了3亿的存款 你拿着吧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有原始股这件事 不过我现在也懒得追问 傅迟给的这些东西 够我无忧无虑地花几辈子了 我做不到那么清高地说 不要你的钱 于是我拿过那张卡 照单全收 这是他欠我的 谢谢 他靠着沙发 浑身上下只有眼睛 还有些活力 跟随着我的身影 时不时地移动 过了大约十分钟 他突然又说 慢慢 今天天晚了 再住一晚吧 明天我送你 我抬头看他 弯着唇角摇摇头 不用了 我妈妈来接我 傅迟听到这话 一下子站了起来 妈来了 我去接他上来 他着急地捞起外套 就要往外走 我叫住他 爱傅迟 你别去了 他停住脚步 有些疑惑地看我 我妈妈以前每次见我都要夸你 我想了下 他在我耳边念叨 傅迟懂事会疼人的那些话 告诉他 他以前是真的很喜欢你 可是你伤害了他的女儿 我想 他不会想要见到你的 傅迟捏着大衣的手指 用力道发白 推了几步 唉 他抬头应了一声 笑着看我 我想过离婚时会撕扯 会闹得人尽皆知的不堪 但没想过这一天来临时 会这样给彼此体面 我笑了笑 我走了 他想送我 我拦住了他 以那道门为界限 我们分出两地 他低头看着那道门坎 眨眨眼 以后有什么处理不了的事 你找我 只要我还有能力 你的事 我不会不管 我转过身 挥了挥手 没说话 离婚之后 我登上好久不用的微博号 发了一张新画好的漫画 不一会儿就有粉丝来评论 我没看错吧 这是十月大大画的 楼上的 就是他 我没想到 有生之年还能看到 十月恢复以前的画风 甜死我得了 谁懂啊 十月这几年画的那些阴暗风 要不是我对他是真爱 我早就脱粉了 我想起了这几年 不如意的婚姻阴摆下 连带着画出的东西 都带着死亡色彩 不由得再次觉得 离婚是非常正确的 我往下一滑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ID 画得真好 希望今后你能每天开心 这个ID算是我的老粉 我记得道安那年 我第一次发作品 他就关注了我 在那之后 我的每一条微博 他都会默默点赞 每个作品 他都会评论一句 画得很好加油 即便 我这几年被人诟病 骂得体无完肤的作品 他也坚持评论画得很好 不要放弃 我弯了弯唇脚 回了他一句 谢谢 说来也奇怪 最近这段时间 我最常碰见的人 竟然会是李远 有一次 他牵了一只狗 我盯着看了半天 才问他 这是那条狗 当时李远主动说 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我以为他会将狗送人 可没想到 他把狗养大 李远笑了笑 唇边有若隐若现的梨窝 是 他现在年纪大了 也不经常出来溜弯 我有些惊喜地蹲下 摸了摸 却发现他意外的亲人 感慨道 你将他养得很好 他还有孩子 李远说到这 停了停 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应该会很开心 我没有多想 点点头 有机会可以看看 其实 我并没有打算 真的去看那些狗 这实在是太过亲密 与不合适 可是 第二日 李远将小狗牵了过来 那狗一看到我 就摇着尾巴 亲人得很 没有人能抵挡住 小狗的亲近 我也不例外 只能怪李远将他们 养得太不认生 可后来 我才知道 原来李远养的狗 跟他的人一样高冷 平常人连摸都不让摸 成年人的世界 看破情绪很容易 尤其是李远 根本不藏着掖着 后来 我只能跟他说 李远 我还没准备好 进入一段新的关系 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而且 我对婚姻有畏惧感 李远抿着唇 笑了笑 慢慢 你别怕 我跟 你说我喜欢你 不是为了让你回应我 也不是一定要你同我在一起 我只是希望今后的你 在任何时候 开心也好 不开心也好 都能想到 这世上还有一个人 对你所吸引 所折服 曾经是 以后也会是 有时候 我会想 李远这个人 是怎么将冷漠和温柔 柔和的如此妥贴 未生 两年后 沉寂许久的李远工作室 官宣了他结婚的喜讯 引爆了热搜 随着震惊和讨论而来的 是对于李远妻子的挖掘 网友顺着蛛丝马迹 认出李远要结婚的妻子 是富士集团董事长的前妻 一度有接受不了的网友 冲进李远微博 骂他是娶二婚女的接盘侠 更有甚者 杀到了富士官方号辱骂 富士集团直接关闭了评论区 闻风而动的财经记者 借机采访富池 问他有何感想 富士在镜头前 愣了许久 才说了句恭喜 而李远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 他真诚恳切地说 如果不是他 我大约这辈子都不会结婚 所以我请你们为我开心 我这辈子还能有结婚的时刻 这是命运对我的垂帘 发布会之后 网友莫名地沉寂了 李远过往的人生中 任凭娱乐圈的人和大众 怎么说他 他都没有在意过 他为二高调而招摇掀起的 两次风波 全都是因为许曼 沉寂之后 有粉丝扒出了李远的小号 发现了他隐藏了许多年的秘密 他的小号 曾经在李远出道那天 发回一条微博 如果站得高高的 是不是就能被他看见 一时之间 网上又开始掀起了冲天热议 甚至有不少写手 开始写李远 许曼和富池三人的情 爱纠葛的同人文 许曼低着头 看着那些侦探网友 头头是道地分析着 手上点进去 那个熟悉的ID 而后 拿着手机光着脚 跑到厨房 李远穿着一身浅灰色的家居服 正弯着腰 给许曼切水果 许曼试探性地叫了一声 十月棒棒打 嗯 弯着身的李远 沉浸在水果拼盘里 下意识地硬着 下一秒 身子一僵和地转过来 看了一眼许曼 他又转过头 小声道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快去穿鞋子 许曼看着手机上 那个名为时棒棒打的ID 又看了他李远 捂着额头笑得很大声 在身后的肆意而夸张的笑声中 李远不由自主地跟着笑了 李远和许曼的婚礼 轰动得满城皆知 他们结婚那天 纪东阳从机场赶赴婚礼现场 下车时 在门口碰到了老熟人 纪东阳看了看时间 不至于迟到 于是他走了过去 拍了拍傅驰的肩膀 不上去看看吗 傅驰颠了颠手里的烟 抬头望了望富丽堂皇的大厦 有来客匆匆 有锣鼓喧天 他拿出一个盒子 交给纪东阳 新婚礼物 你把我拿上去吧 纪东阳接过盒子 挑了挑眉 怎么 傅驰被烟呛倒 咳嗽了好一会儿 咳到眼里有了泪花 才笑着说 怕他不收 末了 交代了一句 别说是我送的 纪东阳又问了一遍 真不上去看看 傅驰摇摇头 看什么呢 在高棚板作中 看他们宣示白头偕老 看他们相爱的样子吗 他大敌也无法接受 曾经放在心肩上的人 那么重视的人 花光了力气去拥抱的人 最终被他人揽入怀 纪东阳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上去讨杯洗酒喝 也许像他这般从未拥有过 不至于那么难以示 怀 不至于那么失态 纪东阳看着傅驰 缓缓地走入人流中 背影潇色苍凉 他微不可闻地笑了笑 直觉告诉他 傅驰这辈子都过不去了 现在还只是开始 傅驰凭着一股力 坐进了车中 抬头呆呆地望着那座大楼 他怎么也想不到 李远的心思藏了那么多年 他知道的时候 恨不得杀了他 傅驰低着头 突然笑了出来 笑到胸腔都在震荡 他不会告诉许曼 他最喜欢的那个生日礼物 一个集满的漫画的卡核 被他称为最用心的礼物 是他那年为他准备的礼物 来不及送达 李远主动将那件东西给了他 而许曼走的时候 这件他最喜欢的生日礼物 他没有带走 尘封在别墅里 他也不会告诉许曼 那年他被人在贴吧造谣 泼脏水的时候 他还来不及处理 李远一个人解决了所有事 那时傅驰拍着他的肩膀 叫他好兄弟 李远什么话都没说 傅驰一直以为 是因为他 李远才会帮忙 现在想来 字字句句都像一把刀 直直地戳进他胸口 这辈子 他都不会告诉许曼 李远做的那些事 他会带着这些秘密一起腐烂 他自私到不愿意 给他们任何爱得更深的机会 车子缓缓驶入黑夜中 傅驰与身后喧闹的喜悦 渐行渐远 全文完